FTC2000G多用途飞机2号机完成首飞 迈向提升 却更加便宜 甚至低管骁龙 少多个穷国追捧 据中航工业贵飞公司29日消息 该公司研发的FTC2000G多用途飞机02号机当日首飞获得成功 在FTC2000山鹰教练机的基础上 开发的轻型双座多用途飞机 它可以满足小国空军的训练和作战需求 同时具备空战教练功能 具有性价比高 性能卓越 功能完备 自主可控和实用性强的特点 是应对低烈度空战的性价比最高机型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性能不错 但价格非常低廉 目标客户正是那些买不起骁龙战斗机的国家 其技术基础仍然是歼漆战斗机 优势的作战性能可见一斑 要知道中国歼漆战斗机曾经以轻巧灵活 价格实惠 要拥有一定的攻击能力受到多国的青睐 曾出口到阿尔巴尼亚 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 缅甸 埃迪 伊拉克 斯利兰卡 尼日利亚和伊朗 该机在中美灭越机 还向美国出口列装了红鹰假响敌中队 骁龙战机每架的售价要在1500万美元以上 FTC2000G的基础型预计国际售价 只有700到800万美元左右 这将为更多的中小国家换装新战机提供了可能 FTC2000G虽然便宜 但性能仍然非常出色 其最大航程为2000公里 可以挂载2000公斤的武器 最大飞行高度16000米 中国在中海航展上还展示该机可以挂载的武器 包括250公斤的激光制导炸弹 区域封锁子母弹和反坦克子母弹 CM-102反辐射导弹和多种空空导弹 作战任务同骁龙双座板类似 应对低烈度作战是绰绰有余 早在一号机首飞时就吸引了12部代表到场观看 可见FTC2000G的外贸潜力巨大 可以说FTC2000G是中海工业推出的又一款 在国际军火市场上拥有极强竞争力的机型 该机在除了中距蓝射能力比骁龙战机差之外 其他性能差距并不大 估计可以保留骁龙80%的战斗力 在现代战斗机越来越让穷国和小国玩不起的今天 中国军工又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也难怪会受到多个小国的追捧了